好了,再去下一套,那些可能會快趕一點的 例如那些什麼Code Breaker,那些什麼法外制裁者 這套垃圾,我看漫畫,告訴你,垃圾都是垃圾 我還有個朋友看漫畫,他又說這套垃圾 沒錯,怎樣垃圾呢? 就是大家在看一些跳樁漫畫 什麼叫跳樁漫畫? 黑可以變白,白可以變黑 前面的設定,可以蓋在後面的設定 後面設定會打回前面的設定 人物說變就變,打來就打你,跟好朋友就好朋友 一時是站在那邊,一時是站在那邊 經常跟你朋友,下次會扔你心口 什麼事啊,你們不知道 這些設定,有一個坑出來 你說了這麼久,人都不知道 因為這套作品,其實呢 它是有原作者前作鬼眼狂刀的所有毛病 它是完整地完全犯犯的 所以人類是不會從經驗中學習的 其實我認為這套是青指拘迫垃圾 不是,但是動畫有沒有做得這麼糟糕? 有啊,我想 動畫將原作裡面的筆全部都做出來 是沒有改過的 只不過劇情不是去到剛才那些位置 沒錯,前期,你看OP 我看他,懷疑會將後面的人物 會將後面的人物跳出來的 嘩,他那個OP喜歡到爆炸 還好說 男主人喜歡啦 戴手套,封印了神秘的力量 不想拿出來的,拿出來就會殺人 喜歡啦,這就是 那麼戴手套又沒有問題 他打一邊還是,他不是打兩邊 打一邊 那他打一邊有能力掛 就是啦,左三位要放火,就是清火 就是青指拘迫魔士 總是儲勢啦 記住,這是初期設定,說完 記住,這是初期設定 那他現在在說初期,你不要理他 說動畫而已 然後女主角就考慮這個男主角的 因為女主角先遇到這些神秘事件 因為他坐車經過,看到有一萬公園 在公園有六條 有六條 他有沒有見到這個人 好像沒有 有,有 只是見到六個人在著火 焚身似火 他拍到一個男人 大焚力 中火狂套 但布京又沒有人理 第二天,中火狂套轉進去學校 然後要記住他們 很簡單,就是被你點上去 女主角的故事 這些是很典型的故事 但藍藥是殺他的 這些是針系的 這也不是針 這也不是針 我忘了擺在哪裏 但是作者凌鋒 他這類型的作品 其實簡單而言 其實都是純粹是賣角色的 主角有些 很有能力 你講重要的 我一定會打贏你 我覺得 你喜歡看《鬼眼狂刀》 你應該可以看下去 這套東西 這套是一粒羊子 好了 那我們去看看 講完了 其實沒話好說 垃圾 垃圾 真可憐 那再